好,这一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新的宝马X1 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先预判一下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的留言 就是说这种车已经不符合这个年代的发展了 这个年代谁还买边池宝马,谁买BBA 这个年代你买个BBA已经是错了 你再买个BBA的燃油,这是错上加错 你是完全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大趋势 这个大发展,你怎么领先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调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理性客观公正 我们说一下这个车有没有值得买的一个地方 好,这个是国产X1 国产X1这次一上来的话 三种主要的这种车型可以给大家去选的 一个如果你要便宜的话 买个1.5T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大家会骂,骂什么骂三缸 至于那个三缸是不是会有问题 那个三缸是不是真的不能用呢 不重要了,反正你三缸你骂就对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2.0T 说实话这个2.0T是一个首选的版本 而且在动力方面 然后整个动力匹配方面 整个车的搭配方面 说实话就是这个级别里面燃油车的巅峰了 我对这句话负责了 这就是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准 宝马把它在这个级别里面能做到最好的东西 在这个车上面已经是搭载了 这个是一个汽油的版本 好了,如果要跟上大趋势怎么办呢 它还准备了一个IXC的版本 IXC的版本是全电的版本 45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 而那个IXC和这个车区相比的话 也不是什么有改电 也不需要你牺牲其他空间方面的任何需求 仅仅一个差异就是前脸这个格栅 从这种宝马的打树的这种双胜格栅 它变成那种密封的那种格栅 仅此而已 包括从底下 你从侧面去看 它也没有任何harmilify 也不会了 然后里面的空间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是动力方面变成了从油到电 仅此而已 空间方面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宝马 接下来预计到2028年 around到2030年之前 我相信宝马都是这样一个策略 所有的新车都是油电混合平台 所以这个车基本上国产这块 把这些主力的车型全部拉过来了 和海外的版本相比最大的区别 就是后面B柱到后面加长了22mm 说实话20mm就那么一点点了 有没有一个很大一个差异呢 说实话 如果我仅仅看这个造型这个外观的话 说实话变车不会很大的 整个比例各方面 并没有破坏这个车整体的线条 总体车长还是4米6左右 也不是一个很大一个车 也符合这个级别 它的尺寸方面的一个定义 其实这个平台在宝马这个策略里面 还有另外一部车 和它是个姐妹车型 就是全新一代的mini countryman 在countryman上面 也是和共享一个横置前驱平台 所以这部车它是个横置的2.1T发动机 前驱平台的一个车 当然你有钱可以选一个市区 仅此而已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体车身的比例里面 车头部分和这种正经的 以前宝马的性能车 或者说这种前置后驱车 车头会短了很多 把最大的空间变成行李箱的空间 所以我们最应该期待的 就是它里面车厢空间 给到大家的一个使用方面的好的感受 我还想再花一点时间口水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车的造型 这个造型是真的好看 无论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比例 以及尤其是车尾 车尾的这种立体感 这种雕塑感 这尾灯出来这种雕塑感 很好看 其实X1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三代 第一代的X1和现在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代X1它整体都是基于一个宝马3系的底盘 无论是1系也好 或者是X1也好 基本上都是一个三系演变而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正宗的前置后驱的布局 所以那个车更多的给大家的一个满足度 是操控起来的那种快感 那种感觉它比X3要好开 对吧 然后又比三系会更实用一点 这是当初X1的定位 但是从第二代开始 它变成前驱平台以后 整体就发生了变化了 它显然要像奔驰的GLA 或者说A-Class B-Class 这些发起一个直面的竞争 它希望用这个车去做一个家用车的市场 所以第二代的X1 它更多的一个笔墨 是放在空间方面给到我们大的一个想象 但是说实话 那个车在驾驶方面 或者说在操控方面 让一些宝马的一种粉丝 是有一点点失望的 这是第二代 来到第三代的话 其实这个车更多的是把大家的期望全部统一 融合到这里了 如无意外的话 这种加油的这种车 应该还有一代的 还有一代会变化的 但是在目前为止 无论你是买每个版本 1.5T的版本 还是2.0T这个版本 在燃油领域 这个车是可以符合大家预期的 非常好开 然后空间方面 也给到超越以前的想象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空间 开门 毕竟是个家用车 前排座椅 目前的位置就是我的舒适驾驶状态 你看它的后排 哇 雷泽哥婆 大道很夸张了 所以我就不比划了 以这个级别的这种HCV来讲 很好了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投诉 唯一一个肯定说中间这个还是凸起的 没有做全屏 仅此而已 可以吐槽的就是这个了 但其他的更多 可以吐槽的东西不会很多 我再挑一个了 可能这些颜色的配置 很多人说这些红黑的搭配 比较稀紧脆 说实话 如果我买的话 我可能会买顺黑的类色 或者它搭其他的一种 这种颜色没那么跳 可能会好一点点的 和这个家常相同配搭的 这个坐垫的长度 这个坐垫的长度 我实坐了一下 也比海外版本要长一些的 以及这个腰拖这个位置 它也是蛮舒服 不过这个座椅 如果刚刚坐上来的话 你会感觉它是偏硬的 典型的宝马风格 它并不是那种 现在很时髦的 坐进来就把整个人 窝进去的那种座椅 它不是那种座椅 其实为什么 一方面它空间方面 我把这个手掏进去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座垫 你看怎么样 公薄 很薄很薄的 它就是为了偷一个空间 所以在那么薄的情况下 它既要保证这个座椅 尝试先做 它不会变形 又要保证一定这种承透能力 所以它不可避免把这个座椅 座椅就变得硬一些了 好处就是什么 你做长途 这种硬远硬程度的话 并没有那么容易会腰栓背筒的 所以如果哪怕是五口之家 你买这个车 哪怕是中间坐这个位置 空间方面 乘坐感觉方面 没有会比一部X3要差的 所以它实现的跨级别的这种 舒适性方面的一个体现 这个真的是要大战的 另外一个得益于现在空间的一个大增 它这个座椅还可以把它给搞平 而且它搞平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它这个头枕是不用收起来的 很多的车 这个头枕必须收起来 因为它会在前面顶住 因为这个很大 它不用收起来 三个都是可以搞平的 搞平以后一直通到尾箱 我把这个躺进去里面 不断就进去切床了 我没有开尾门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这样退场 我没问题 我都可以这么反 所以如果这个车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你买个IXE的话 我们你去露营 晚上在车上去搓床去睡觉 这个车在空间方面完全可以达到的 看一下尾箱 我甚至可以从尾箱这里走出来 你才逮捕 所以空间绝对就是新XE最大的一个卖点 这个不仅是可以做到全屏 而且你把这个方拉开 下面还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如果拿一种 另外这个车绝对就是无敌的 很棒很棒的空间 空间方面是完全没有投诉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 哎呀把后背拉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做人的情况下 它的行李箱空间的众生 也有那么长 所以在空间方面没得说 这个车被闻翻 我们去驾驶试看一下 顺便再开一下车 这个也是汽车最大的一个卖点 看回駕车的这个内饰 内饰也是现在宝马最时兴的 一个弧形的连屏 放在前面 我特意吞了那个大连屏 其实不大 因为它的尺寸是刚刚好的 这个我觉得是宝马现在的一个思维 因为大家都在这儿斗大 变尽法子 有些是更大的 就是一个大屏幕 并且将那个变成一个卖点 有一些车厂还有少少构结 它就将那个大 用一些设计来 将这个大带来的车厂那种不协调 它要隐藏到很深 但很显然宝马走的 另一条路 无论从iX 或是现在最新的i7 它的屏幕在业内也不大 它希望那个屏幕 是会符合整个车厂的设计 第二个是不希望那个屏幕 是打扰到駕駛者的 这个会是宝马的一个设计思路 我不知道好正不好了 有些喜欢屏幕的朋友 他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够爽 看起这个屏幕不够爽 但事实上现在的屏幕 无论介面或清晰度是很足够的 特别我喜欢它的倒车影像 或者各方面的 是很跟手 很好用的 跟着它的车 它会符合比例 以及符合行车的轨迹 其实宝马一直都有这样的 徐动的调整 但在新的iX 1 方面 我会觉得它比以前 做得更加准 以及更加清晰 虽然屏幕不大 但是很容易的 这是我对它的评价 至于现在其他 我们要考量一部车的 多媒体界面或各方面的事情 老实说这些对它来说 会是一个弱点 它不会有很多惊喜 或者很多值得期待的东西 是完完全全就是 符合宝马一贯的发挥 第二个车厢 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也是宝马风格的 坐得很低 一坐进来 我就会觉得它不像一辆SUV 现在很多轎车的坐姿 与它相比 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宝马一直以来坚持的一点 包括iX 1 它是纯电的 它都会做到坐姿做得比同级车 来说它会低的 坐姿低的时候 并且车厢亦够高 你会发现里面整个车厢的空间感 是相当之足够的 所以这辆车的大空间的感觉 是贯彻一切的 不单只是在用的过程中 后排的空间 装行李 哪怕你一开的时候 你都会令到这种空间感 是在这个级数里边 它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还有一点要赞的 就是宝马一直都做得好的 就是这条A柱 那条A柱是粗的 但是它会用一些很好的角度 去避开了你视角方面的压榨 所以你在这角度看过 A柱并不挡视线 它的那种体位和开扬感 全部都是做得是上乘的水准 这些其实都是考一个设计的功力 第二个就是大家关心的驾驶方面的感觉 首先这一部车任何一个人挑上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一部车很轻快 跟以前十几年前的那种很典型的德国车 扎实或者是眼角的那些 就完全不同了 它是第一个转换成这种轻快型的驾驶 也会加上这些设计也好 Audi 也是轻快的 但是Audi 的轻快是没有差别的 每个人駕上手都会觉得那辆车是很开的 但是宝马不是 它轻得来又很坚持保留 车感来的车其实有车感 虽然那个车是前所未有车的车 哪怕我轻轻转转 它都会反映到一个态感 甚至我硬过一个山井盖 这支链是大的 那个山井盖传上来 它会通过那个车盘给你一些路感 这也是宝马坚持去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全部在这部SUN X1 保留 好 接着来就讲避震 这支避震机它是舒服的 又是不舒服的 怎样理解这句话 它是舒服的意思是它是高品质的避震 在控制一些仿动 或者这些吸收震动方面 它不会有多余的一种遥仿 包括车头和车尾和车中间 它就是一辆车 很多车它不是做到 车头有车头的动作 车尾有车尾的动作 车头和车尾像曹膠 两夫妻的床头和床尾 是这样的风格 而是宝马不是 这部车是一构的 甚至我坐在车头的那种感觉 和坐在后排的那种感觉 亦都是高度一致 不会说坐在后排的乘坐 识感会变得比前排差 这部车你放心 都是不会 不过有一点是要赞前排的 就是这座椅实在比后排舒服得太多 你看这两个 包到你这个人来 真的包得很舒服 但是如果不理这座椅 就是说底盘方面 前后排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好了 这个就是舒服那一部分 不舒服那部分是什么呢 不舒服那部分是 如果你定义车是软的 完全无差别吸收震动的 这叫舒服 这部车就是不舒服的 它会在一些小的震动方面 已经没有说小震动了 一切震动你也是知道的 它不会说摊平一切震动 绝对不是 大的震动也好 小的震动也好 你过沙井盖也好 你全部都知道 车在做什么呢 它全部都告诉你 好像公司做了一些东西 要马上和你回报的 刹理者一样的 就是这个道理了 它不会默默去做事情 不会 它做的每一件事情 它都会提醒你 但它提醒你的时候 它的确是花了功夫做了事 不是说前面有个沙井盖 我的椅盖不是 前面有个沙井盖 我已经帮你过滤到 你要知道它有沙井盖 但那沙井盖是不会打扰你的 这就是这支避震 它要表达的那种方式 所以我说它是又舒服又不舒服 是这样的意思 是符合我们对这部车 运动化方面的定义 讲运动化方面 我们肯定想知道 它的动力方面的表现是如何呢 在这些跨级别的对手出来之前 这个2.0T 这部车的动力 一跌问题都没有 但现时它世界不同了 一千匹的国产車 不知道多少架 我完全数不出 五、六百匹轻轻送送 两、三百匹 鲁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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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鱼 那些人已经一口味去到这样 所以2.0T 只有那两百匹出头 是没有排面的 这就是实试求是 但你不是怪它做得差 是因为怪对手换了一条赛道 或者现在世界的江湖已经不同了 回到燃油车的领域的话 2.0T 也不算是狂暴的 你看它的调教就知道 2.0T 只有那两百匹多 它不是一个强调输出的调教 它是讲评论 并且它这种评论 会给你很多应该跟波箱搭配 在头段会给很灵敏的动力输出 中后段老实说 它的后劲不会像以前那样 爆发出来给你很多的后劲 所以它整体来说 哪怕是2.0T 的这个版本 它也不会是那种很动力取向的车型 它一切都是动力够用 并且是平顺的调教 依然多一部家用车的调教 分分钟它不够一部iX开起身 感觉还那么爽 因为电动车输出的特性 我们现在很多都会被那些说服了 还有一点我认为它是运动方面弱一点 虽然它这里写了一个M-POWER 它不是M-POWER 只是M的一个package 这样的意思 它没有撥片换挡这部车 好了 没有撥片换挡的时候 以前我还开一支波棍帮你扪一下 没有了 现在一支波棍已经 可能它怕人们太胖了 它禁止人们挂串罚在波棍上 所以它现在变成保持致的梳跑换挡 这个梳跑换挡是不能换加减波的 所以换言之 现在这部车已经没有了手致一体功能了 我要换低波只能靠右脚 提示 换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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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便会帮你换低波 好彩的波箱也尚算聪明 右脚踩深一点也会很适趣地帮我降低两档 它通过这个办法去弥补了这个乐趣 但我觉得不适合 如果是一部燃油车的话 我仅有获得快感的方法 就是通过勾动我的左手和右手 可以和发动机去调整 现在你连这个也没有了 我和车的沟通又少了一个步骤 以前未有电动车之前 它是要藏得很深的 不想发动机打扰你这种思路 但现在我觉得思路要转变了 汽油发动机存在的思路是 可保证诚信的情况下 你要让我一条通道和一条渠道 人是可以和车的机器调动 去沟通的 这个会成为它一个卖点 而宝马以前是这方面的强项 但现时你减配减到 连那个撥片换光都没有了 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原谅的 这个我认为是它驾驶方面 最大的败德了 其他配置方面 这个汽车其实都会有一些 是没有它配置的 但我看了它的选配清单 包括L2的辅助駕駛 都是选装的 选上去的价钱亦有机会高了 还有我看到这部车 是哈马卡顿音响的 它在夜间的时候 甚至哈马卡顿音响中间 会亮灯提醒你选了这个音响 但僅此而议的 这个亦都是我试过最差的 哈马卡顿的声音 很差 所以这个哈马卡顿不驚慌 它驚慌的记忆已经写了出来 就是它有哈马卡顿 僅此而议的 还有不好的地方就是 这部车的隔音也是做得差的 我不知道我是比现在的电动车 做得太好 只是它只有一个常规法 我相信它也是这个原因 这部车是常规发揮的 你看现在才是80公里的时速 路畜明显 懸挂的声心明显 再快一点去到100公里的时候 风畜也进入来 所以这部车的隔音我认为是 现在如果我这样的价钱 买所有的对手 这样去计算 它一定是算不好的 这个没得花 所以这些种种的优点缺点 大家都要知道 好了到最后 选择这部车的理由是什么 可能一方面有一个价钱 你知不知道这部车现在卖多少钱 我们帮买者的同事 之前帮一个车又买了一架 七五折 也挺离谱的 免价我不管 但这部车实际上的成交价 顶配这部 顶配26万左右 卖到的了 同期我看看 捷完之后的本田CR-V顶配 是24万 差两万而已 你跟我说是买它还是CR-V 有人说 保马保养后贵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是 现在保马的保养后一点都不贵 我朋友刚刚买了 保马流失客户套餐 他真的有这个套餐 知道吗 叫它流失客户套餐 他是怕流失了客户 你买这个套餐的话 以千多元可以买四次保养 围到一次保养是四百多元 便宜不便宜 所以每次保养 如果你买它的套餐 各方面的东西才是四百多元 五百元 就算你不买套餐 大家水冰对水手 你不要说它特别差 也不要迷信日本车特别好 真的不见得 现在我觉得水冰对水手 大家都差不多 好了 这样的情况下 两万元这部车 我觉得在带来的侧感方面 行势方面 和顶配CR-V相比 不是一个级数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如果年轻人 你终于买一辆汽油车 人生的都总要有一辆宝马 这辆车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不过 又说回头 26万 很便宜吗 的确又不是很贵 现在买这辆宝马 但是26万可以买到什么车 我在江湖上去看看 真的亦有很多 特别 如果你把你的选择南放到各产车 那堆 你一摇摇领先的M7 是不是买到 全期那辆ES9 原来又插电又2.0T 它的动力不给这辆叉 肯定给这辆宝马 不由各方面的外放店 阿春都有 那些体验亦都会给这辆好 所以如果你和各产车 这个领域去比 就完全没有比 如果是从产品力的角度来说 所以选择它的理由 可能大家心里 亦都有自己的那个 你自己去想 但是我坚持一个观点 你可以不选择 我亦都可以尊重你不选择的理由 但是如果别人选择了 跟你不同的东西 别人喜欢了自己的东西 你是没有理由 去阴阳怪弃别人 说别人不懂货 说别人是狠狠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狠狠的一个表现 马路上不同的车 不同的东西 你如果每次都紧以功能 去作为你判断 一样东西的价值 去标准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一点都不好玩的 所有的潮牌 所有的品牌 它都完全没有价值 因为它的功能性 上面一定是不及 你在站西 或者在白云皮居城买的那个袋 一定是不够的 但是这件事别人喜欢的什么 可能就是喜欢到它的设计 喜欢到这种落后的驾驶的感觉 打个人好吗 你就是喜欢这种底盘 调教出来的素质和质感 又一句说一句 这个底盘调教出来的素质和质感 并不是你拿同样价钱去买那堆 各产车可以做到这么轻快的驾驶质感 还有这么有驾驶乐趣的 你的车的确是做不到的 这部车的价值感 它的感知门檻 就是会在这一方面 如果别人去选择这些东西 你可以不选择 我尊重你 但是麻烦 我请你也不要阴阳挂起别人 也多谢了有些不同的选择 令到我们这条街 才可以有琳琅每目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车型 在这条街可以让大家走到 这才是物种的多样性 才会对我们的行业发展是有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